我們一起讀使徒信經 我信上帝全能的主 我信我主耶穌基督 上帝的獨身子 一著聖靈聖人 由同精末女 馬利亞所生 在盤雕比拉多 手下手難 被釘於十字架 受死 埋葬 降在陰間 第三天從死人中復活 聖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邊 將來被蟲那裡降臨 審判活人死人 我信聖靈 我信聖兒宮之教會 我信聖徒相通 我信罪德赦免 我信身體復活 我信永生 阿們 Amen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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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 祢聖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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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坐 主的音 Solar Him Amen 主來 祈祢的音 shouting 祈祢的音 Makai Hand I hope that God's children will pray harder and come to the Lord 原来我们作为神的严律 我们大家都可以揭力地去祈祷 I hope that we will be able to confess that only God is the true Savior 原来我们都一起宣告 主是我们真正的救赎的主人 I pray in the name of Jesus I pray in the name of Jesus I pray that God's peace with J.U. God's 我们来跟旁边的人说主耶稣祝福你 神祝福你 再来一次神祝福你 神爱你 今天我们会一起看 《约翰福音》4章13至14节 今天我们会一起看《约翰福音》4章13至14节 我们会一起看《约翰福音》4章13至14节 我们一起读吧 一句预见耶稣的女人改变了 耶稣回答说 凡学者水的环耀在学 人若学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学 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全员 直涌到永生 去 eternal life Amen Amen 我们已经准备了 我们已经准备了 今天我们一起读吧 《约翰福音》4章13至14节 今天我们要讲耶稣来看一个没有人想来往的人 我们一起读吧 《约翰福音》4章6节 在那里有雅各井 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若有五正 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若有五正 《约翰福音》4章6节 当时耶稣去看一个女人 那个女人是撒玛利亚的女人 她属于撒玛利亚的地方 当时耶稣是大快一正五的时候 她来到这个叫做雅各井那里 《约翰福音》4章6节 你知不知道呢 《约翰福音》4章6节 有时在12点 太阳在最高的位置 在这个时候 绝对你不是大家出去打水的时间 这个是一个休息的时间 或者是吃午餐的时间 不会有人选择在这个时间 这么热的天气之下去打水 因为这个时候 如果你出到外面的话 会是很辛苦的 因为当时是很热的 这个是中央的地方 你知不知道 中央的地方 空空也非常热 中央的地方 中央的地方 有很多地方 香港虽然是热的地方 如果我们说是12点中央的时候 我们都还可以忍受 但是这个女人 她是住在撒玛利亚地区的 要在12点中 这个时候出去打水 绝对不是一个容易的时间 为什么她要这样做呢 为什么她要选择一个 这么艰难的时间 出去打水呢 因为她选择这个时候出去 她就可以避开其他的人 她不想遇见其他人 原来在其他人的眼里 这个女人 她是语别不痛的 为什么她会成为一个语别不痛的人呢 我们在探过 있습니다 我们当然都知道了 我们读到《月康福音》四章 牧师一仔说 大家知道为什么她要避开那些人 虎人雪先生 请把这水刺给我 用我不学 也不用来者摸缘打水 但是她在一个很复杂的关系里面 她含在一个罪里面 所以她不想和其他人接触 每人会想和一个犯人人面的女人去交往 所以如果你看圣经 你会知道 在这个撒玛利亚的地区 这个撒玛利亚的地区 犹太人不喜欢来到撒玛利亚的地区 因为他们看不起撒玛利亚的地区的人 耶稣就说了 耶稣是特意来到这个地方 为什么耶稣要这样做呢 为什么他特意来到这里找这个女人呢 有人说 耶稣是路过的 但也有人说耶稣是特意来找这个女人的 四章十八章 我们再读一遍 我们一起读多次 要学福音 因为这个女人她有五个丈夫 现在跟她一起住的那个 并不是她真正的丈夫 耶稣知道这个女人的历史 她知道她的过去 所以她特意来到这个地方 她特意要去遇见这个女人 耶稣有她的目的 我明白 并不是一个 只是这么巧的偶遇 而是耶稣呢 她特意来到撒玛利亚地区 这里要去找这个女人 这是学求永不祸的女人 婦人就跟她說,先生,請把這水賜給我,叫我不喝,又不用來者,摸軟打水。 女人們都知道自己的身份是怎樣,也就是知道 總之這些女人和丈夫戴上的生活一點都不犯了 我們可以猜得到為什麼這個女人要選擇這個在正午12時的時間才出來打碎 因為她的過去不願意跟別人接觸 所以她不想跟別人一起 所以她選擇在這個時間自己一個人出來打碎 這個女人不希望跟別人接觸 所以選擇在最惡劣的時間出來打碎 那是耶穌選擇去遇見這個女人 耶穌來到這個女人的面前 這個女人就跟她說她想要潑水 耶穌特地去選擇這條路 因為她知道這個女人的需要 在這個沒有人會外出的時間裡 耶穌特地去遇見這個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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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特地去遇見她想要活水 我們一起看看約翰福音的4章29節 你們來看有一個人將我素來所行的一切事 都給我說出了 莫非這就是基督嗎 這個女人呢 這個女人呢 她開始敬拜 《喬特地去遇見這個女人》 《喬特地去遇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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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這個女人跟耶穌說 我們的祖先在這裏祈禱 你們的祖先不是 你們的祖先說要去耶路撒冷那裏祈禱 大家把這個集中放在這個女人的身上 她當時跟耶穌討論 她應該在哪裏去敬拜上帝 所以這個女人她知道這個就是耶穌 她們開始說到關於敬拜神的事 我們應該在哪裏去敬拜我們的上帝 對 耶穌說 耶穌說 你相信我 現在是這個時候你去敬拜我們的神 OK, verse 2, we see, we read it 父子的聖誕節約的人 在聖誕和聖誕節約會有聖誕節的方法 父子是自己的聖誕節約會有聖誕節的方法 現在是開始的時間了 現在就是那個來臨的時間了 我们继续读 耶稣你和这个女人说 如果你知道我是谁的话 你一定会向我扣水 因为你扣过我的水的人 就会永远不学 我们可以知道耶稣的真实 第三个 我们的第三个 耶稣的变化 我们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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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读读 我们一起读读 Johan 4.29-13 我们看《Yachán 4.29-30》 《你门来看》 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 都给我说出来了 我非者就是基督方 众人就出食 往耶稣那里去 这个男人将我素来 所有的事都说了出来 所以这个女人就回到村里 去跟她的乡亲说 叫大家出来去见耶稣 他见到耶稣的时候 他整个人生就改变了 从前他很害怕去见到其他人 但当他见到耶稣之后 他就去乡亲那里 跟他们说出来啦 出来去见耶稣啦 他不再心愧愧愧了 因为我们有耶稣做我们的活水 我们喝过之后 他永远都不喝 耶稣把活水赐给我们 令到我们可以有一个满足的心 他没有人物败 不正当的人物败 不正当的人物败 他人物败的女人 他人物败的女人 他開始去宣揚耶穌 我們去宣告 我們的神是耶穌在我們救世主的時候 必然會從我們的身上看到我們的改變 如果別人不能從我們的身上看到我們 因為得著耶穌而改變的話 我們便要檢討 我們所接受的可能不是真正的耶穌 所以當耶穌來到我們的生命中 我們的生命則會得到改變 我們開始會跟過去再不一樣的生活 所以我們要成為耶穌的門徒 我們認了耶穌是我們的主的時候 我們會跟耶穌的教導去過生活 所以我們的生命也會得到改變 所以有很多人來到教會 他們可以接受耶穌的教導 他們會說我們是耶穌的門徒 所以這也是牧師 很想大家可以悔改 如果我們來到神面前的時候 我們去接受祂的教導的時候 我們的生命可以得到改變 聖禮牧師祝福我們,我們可以得到耶穌真正改變我們的生命 一起祈禱 祝福我們香港純福音教會的所有會員 讓我們出來每天都可以和您見面 要我們去宣告的時候,不只是用我們的口去講我們的神 而是我們的生命可以得到改變 我們相信聖靈會向我們討論 福祉耶穌基督使命求阿門 我們一起讀主通物 我們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為聖 愿你的各國臨 愿人都只行在地上 愿人都行在天上 愿人都行在天上 我會日欲的飲食 今次給我們 借我們的債 愿我們免贏的債 不叫我們已見史嘆 今我們脫離兇惡 因為國道權秉 榮耀 全是你的 возможность 祇除 祝你 阿門 這裡 我們瘋滿了 我們討論 Ps侯 全是 祈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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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 dans 祈求 我们的信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